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征夜酒 殷勤弄 心切空房 不忍归 秋夜曲 唐 王维 贵魄出生 秋露威 青罗以搏 未更衣 银征夜酒 殷勤弄 心切空房 不忍归 这首诗的主人公 一定是个有故事的女子 你瞧 月亮升起 秋露微生 而她却大晚上不睡觉 穿着单薄的罗衣 在寒冷的庭院里弹征 从月亮出生 一直到夜深 接着 王维揭穿了女主人公 内心处的秘密 她并不是因为 爱谈争 爱得入迷才这样 而是因思念丈夫 难以入睡 又不愿意回到 空荡荡的房间 只能借谈争 来排遣寂寞之感 和相思之情 用两首歌名 来总结这首诗 那一定是爱上一个 不回家的人 真是寂寞难耐呀 杂诗 五颜律诗 唐 沈全期 闻到黄奴树 平年不解冰 可怜归礼月 常在汉家营 少妇青春意 良人 良人昨夜情 谁能将旗鼓 一味取龙城 黄龙这地方 战争连年不断 去打仗的士兵和他的妻子 只能分隔两地 想你 想你时 你在天边 古代又没有飞机 马车 怎么办 只能派月亮 去军营里 传递相思了 常年累月的战争 已使他们疲惫不堪 他们多希望 有个英勇神武的大将军 横空出使 带领军队 取得胜利 他们可以早日团圆啊 沈全期 以小见大的 反映了战争 对百姓的摧残 其实 我们所有人心中 都有这同一个愿望 那就是 世界和平 春思 七言律师 唐 黄芙染 应体验语 报新年 马一龙堆 鹿几千 家住层城 临汉院 心随明月 道湖天 鸡中锦字 论长恨 楼上花枝 笑独眠 慰问 袁荣 动车记 何时反配 乐嫣然 长安城内 正值新春佳节 而镇首诗的女主角 却丝毫不贪恋 这热闹的节日氛围 巴不得飞到 千里之外的战场上 她的丈夫 正在浴血奋战呢 她效仿古人 在锦段上 秀可以正反两念的 回文诗 是横也是丝 树也是丝 连周围的花 都笑她一片痴情 却只能独自入睡 最后 她终于忍不住发问 什么时候 我们的将军 才能像窦线一样 凯旋而归 将丰功伟绩 刻在 燕燃石上呢 这首诗中 战争与和平的对比 引人深思 身处和平的我们 一定不能忘记 维护这和平的战士 和他们 默默奉献的家人啊 愿情 五言绝句 唐 李白 美人 卷珠帘 身作 平额美 但见 泪痕 湿 不知 心 恨 谁 愿情 五言 绝句 唐 李白 美人 卷 珠帘 身作 平额美 但见 泪 痕 湿 不知 心 恨 谁 这首诗是一出成功的末句 第一个动作 卷珠帘 说明美人正在张望 第二个动作 身作 说明她在身规之中 独自做了很久 第三个动作 皱眉 代表忧愁 还一定是新诗 林黛玉这样的美人来做 不然就是东师笑评了 第四个动作 不是嚎啕大哭 而是 无声落泪 说明这眼泪 是情到深处的情不自禁 四个动作相连 原来 她是在思念爱人 明明是爱 李白 却偏用恨 把美人的委屈 埋怨的情态 描摹得无比细致 除了李白 还有谁 有如此强大的表现力呢 河满子 五言绝句 唐张护 孤国三千里 深宫二十年 一生河满子 双泪 二十年 一生河满子 双泪落军前 河满子 持乐取名 唐武宗妃嫔 孟才人 在皇帝面前 唱完河满子 肝肠寸断而亡 可以说 这首歌 是苦情歌笔左 这是一首 宫愿诗 宫女正是借河满子 诉说自己的寂寞与怨恨 以三千里 二十年 两个极为具体的数字 写离乡距离之远 入宫时间之长 更加倍地传递了 宫女处境的悲惨 同样建皇宫 对帝王来说 得到的是权利与富贵 而对宫女来说 断送的是幸福与自由 春愿 五言绝句 唐 金昌旭 打起黄鹰儿 默叫支上提 提时精切梦 不得到辽西 春愿 五言绝句 唐 金昌旭 打起黄鹰儿 默叫支上提 提时精切梦 不得到辽西 诗人模拟女子的口吻 说要赶走树上的黄鹰 不让它提叫 起句就很吸引眼球 无端的 为什么要赶走黄鹰呢 放到现在 说不定还会被 动物保护协会的 找上门来 后两句 用倒叙手法揭晓答案 原来 女子正在梦中 与远征的丈夫相会 而黄鹰的提叫 却惊扰了 她的好梦 看似女子愿的是 小小黄鹰 实际背后愿的是 频繁的战争 颇有现实意义 构思巧妙 用语活泼 虽是金昌旭 仅存的一首诗 却实在是好诗 欲接院 五颜月府 唐 李白 欲接生白鹿 夜酒 青罗袜 却下水晶莲 玲珑 望秋月 有首歌叫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而这首诗的女主角 则是等到袜子也湿了 寒冷的秋夜 她独自站在冰冷的台阶上等待 生 亲 两个字充分体现了 随着时间流逝 寒意渐渐侵入了女子的袜子 更含了她的心 她失望地放下帘子回屋 好像在表达 你不来 我还不等了的决绝 可最后 她还是透过帘子 痴痴地望着月亮 相思之情 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放下的呢 短短一首舞绝 李白把财下眉头 雀上心头的伤感美学 发挥到了极致 张仁院 七言绝句 唐柳中庸 碎碎金壳 赴玉关 三春白雪 三春白雪 归青肿 万里黄河 绕黑山 真人愿 真人愿 七言绝句 唐柳中庸 碎碎金壳 赴玉关 朝朝马策 雨刀环 三春白雪 归青肿 万里黄河 绕黑山 见多了妻子替去打仗的丈夫抱怨 这首诗终于士兵自己站出来抱怨了 他没有主角光环 可不像抗日神剧里打鬼子一样轻松 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辛苦的东正西站 而且他去的地方都是黄河黑山这样的山川形式 白雪轻种这样肃杀之地 与江南的桃红柳绿 小桥流水可要say goodbye了 不过正是因为这首诗 列举众多边塞之景 让这首诗没有小家子气得忧怨 而是悲壮雄混 充满男子气概的怨 春诗 七言绝句 唐 刘雨昕 春诗 七言绝句 春诗 七言绝句 春诗 七言绝句 刘雨昕 新装一面下猪楼 身锁春光 遗愿愁 行到中庭 数花朵 蜻蜓 蜘蛛飞上 欲骚头 网上流行着一个段子 请珍惜化妆和你见面的女子 因为每次出门都很贵 诗中这个精心打扮完的女子 也一定想要获得别人的赞美 可是它就像美好的春景 被深锁在庭院中 无人欣赏 于是它只能无聊地数着花瓣 其实它数的不是花瓣 而是叹息着无人观赏 转眼即逝的春花 更是它白白流逝的青春 此时 一只蜻蜓将它错认成花朵 停在它的玉钗上 连蜻蜓都懂欣赏它的美 却无人与它相伴 这样的细节描写 新颖而富有韵味 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女子的青春 美丽而又晚赞 就好像她在数的花朵一样啊 后宫词 七言绝句 唐 白居易 类词 类词 类诗罗金 梦不成 夜深前殿 暗歌声 红颜未老 恩仙段 血已熏浓 作道明 后宫词 后宫词 七言绝句 唐 白居易 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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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金 梦不成 夜深前殿 暗歌声 红颜未老 恩仙段 血已熏浓 作道明 宫廷 宫廷剧里 常会有妃子一人 深夜独坐 一个宫女跑来说 娘娘 您别等了 皇上今天 去其他娘娘那儿了 这样的场景 也出现在 白居易的诗中 狮宠的妃子 听到帝王 在别处欢乐的音乐声 这落差 真是太大了 宫廷剧 还有个规律 那些年老 或者从未受宠的妃子 碰到这种情况 心态都比较好 而这首诗中的女子 却不甘心 因为 她又年轻 又是得宠好失宠 因此 她还是靠着熏龙 苦苦等待着 薄情寡恩的君王 直到天明 也没有等到 而她的悲剧 只是许多后宫女子的 一个缩影 而白居易 曾被皇帝重用 后来 后来又被变为 江州司马 等待帝王再次重用 不也是类似这样的遭遇吗 秋夕 秋夕 七言绝句 唐 杜牧 南入 陈花贫 如何 空气 车 或者是 山雅 增 柴 珤 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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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千牛织女星 一个字形容一首诗 就是冷 寒冷的秋叶 冷色调的蜡烛 让你边读诗 边跟着色色发抖 扇子在夏天 是我们的好伙伴 可到了秋天 就被人抛弃在一边了 而诗中 女主角正和扇子同病相连 被冷落的她 只能寂寞地拿着小扇子 追逐着萤火虫来打发时光 接着 杜牧又用了个神奇的比喻 把夜晚的寒冷比作浸泡在水里 这感觉 这感觉你要是东勇一次就知道了 七夕之夜 看着天上牛郎织女相会 真让她羡慕嫉妒恨哪 原来这首诗是在写冷泪 也是在写龙泪 这也是一首宫院诗 表面说的是宫女的遭遇 其实是说 杜牧自己的怀才不遇 姚瑟院 七言绝句 唐温亭云 冰殿迎床 梦不成 避天如水 夜云青 夜生远过 宵香去 十二楼中 月字鸣 姚瑟院 唐温晴云 冰殿迎床 梦不成 梦不成 避天如水 夜云青 眼身远过 宵香去 十二楼中 十二楼中 月字鸣 温亭云 其貌不扬 写出来的诗 却不是一般的美 神雕 神雕侠侣中 杨过睡在 寒玉床上 修炼内功 而现实中 寒冷的 竹席和床 却能把人 冻得 睡不着 只能走到 庭院里 天空很远 云朵很清 这时 大雁 叫唤了几声 又飞走了 她多么想做一个 挥着翅膀的女孩 也像大雁一样 飞去自己思念的人身边 但是 她挥挥手 飞不起来 算了 只能与天上明月 作伴了 温亭云 将孤独思念 这些情绪藏起来 再通过写景 含蓄地表达 怪不得她的诗 那么美 姚池 七言绝句 唐 李商言 姚池阿母 起窗开 黄竹歌声 冻地哑 八郡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 不重来 姚池 唐 李商尹 姚池阿母 起窗开 黄竹歌声 冻地哑 八郡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 不重来 传说中 周穆王 曾骑着八匹骏马 跋山涉水 去昆仑山 拜访神仙姐姐 西王母 二人相谈甚欢 约定日后再见 喜用神话的李商尹 就画用了这个故事 这首诗中 西王母 守着窗儿 只听到有人 在唱 穆王写的 黄竹歌 却不见 穆王其人 穆王 八匹 神勇的骏马 一天可以跑 三万里呢 怎么到现在 还不来呀 其实 穆王 不是不想来 是他早已经死了 人的生命 短暂而有限 如何与神仙相比呢 李商尹 是想借词 讽刺帝王 追求长生不老的虚幻 可是他却写得那么隐晦 那么美 这就是诗歌含蓄的语言艺术了 家人 五颜古诗 唐 杜甫 绝带有家人 幽居在空谷 自云梁家女 零落 一草木 关中西桑乱 兄弟遭杀戮 官高何足论 不得收骨肉 事情勿勿衰歇 万事随转竹 夫婿轻薄儿 心人美如玉 和婚上之时 鸳鸯鸯不独肃 鸳鸯不独肃 鸳鸯不独肃 但见心人笑 那闻就人哭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灼 势必卖诸回 千罗补毛巫 摘花布插发 彩柏洞营居 天寒脆绣薄 日暮已修竹 杜甫自子美 所以你也可以叫她杜美丽 诗中的这位佳人 是一位典型的白富美 可是战争爆发 她的兄弟被杀 只能依靠丈夫 没想到 命运又和她开了个玩笑 丈夫另娶 新老婆笑了 旧老婆却哭了 她的悲惨经历 放到现在 都能做一篇专访了 但她没有被打倒 而是在山谷里 过着清贫 却高洁的生活 这位坚强美丽的女子 其实就是杜美丽的自愈 她又何尝不是身负才华 却在安史之乱中 流离被君王抛弃呢 但是她从来没有忘记 自己爆笑国家的初心 她的心灵 可以说是既美丽 又坚强了 西诗勇 五颜古诗 唐 王维 艳色天下重 西诗 宁九威 宁九威 朝位月夕女 目作无功飞 见日起疏众 跪来方目兮 妖人复之粉 不自卓罗伊 军宠一交态 军连无是非 当时换沙半 莫得同车规 持谢连家子 孝平安可惜 西诗 西诗就是时下最流行的景理 从喜衣女 一下子变成了无王宠妃 这让那些苦苦公斗的妃子们 情何以堪呢 本来 本来 他和别的普通女孩 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 他一跃龙门 大家才发现 别人都是丑小鸭 只有他 才是白天鹅 他在宫里 过着依赖身手的富贵生活 严控的君王 总是任由他 骄纵任性 昔日一起洗衣服的同伴 哪里还沾得上他的光呢 毕竟 西诗的幸运 是无法复制的 无论隔壁东诗 如何效仿 西子捧心 幸运的景理 只有一条呀 王伟借西诗 揭露了 事态炎凉 人事变化 并讽刺了那些 尚未的小人 可见 一步登天的成功 并不可取 还是应该 脚踏实地地 努力奋斗